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又 小兵在这里又要直播了 今天心情是 好多好多 主要是因为 下午有去看我的外孙女 她因为感染的病毒喉咙 她这个病毒 因为名字很长 我也不会念 但是她感染的这个病毒 她喉咙生了很多傲瑟 那医生说 不受不完全属于手足口症 但是是接近 就要看她这两天 有没有其他地方长出 那些红斑 感恩还好没有 她就是痛喉咙痛 在痊愈当中 医生一直吩咐要给她喝水 那要给她喝水的话 你没有办法不强 强避她 所以我太太做坏人 她的女儿 抱着她 我的太太 婆婆就 那个注射器 把水 射进她的喉咙里面 哎呀 这种 谁愿意这样做 尤其医生有给止痛药 但是因为止痛药我们一般上的人都不愿意 不可以给太多 那因为我女儿是医药顾问 我感恩啊 她是一个拿到博士的 所以她找物质 也找了一间物质靠近儿童医院 新加坡唯一的一间 国立的儿童医院 国立的儿童医院 有一个好处是 里面的医生其实都非常专业 现在国立的儿童医院 也有一些私人医生 也在国立儿童医院 紧急的时候 还是要靠这些医生 靠这个我们新加坡国立 儿童医院那个 注脚医院里面的那些设备 当然啦 我当然不希望我有的外孙女 会有一天 要用到那些设备 但是我女儿就是这样吗 职业病吗 因为她过去是做 做科学家 研究药 后来现在是 替美国药厂卖药 做医药顾问 所以 对药方面我们是 非常的信任 她包括我自己本身所吃的药 那这个 这个病毒 网友很厉害 网友说可能是变种 真的是给你讲对了 是属于变种的一种 手足口证已经 在新加坡已经跟 我们的儿童打了好多次的战争 每一次都发生 但是今年好像非常严重 那这病毒这一次听说是 民国传来的 但是我没有责备的意思 大家不要 不要以为我在责备 这是没办法的 但是中了之后就要想办法 所以晚上 她有时是已经没有痛了 但是她还是要变成大小姐这样 公主这样 要妈妈疼 要婆婆 替她做奴隶 要跟她摸她的 摸她的头 安慰她 跟她塞扬她的脸颊 要跟她按按小腿 要跟她捡指甲 她学大人吗 大人捡指甲 要夹夹就跟她捡指甲 没有指甲也要夹夹剪 要跟她捶背 你说我的这个孙女 这是有点宠坏 是啦就是这样啦 你不宠坏你要怎样 现在她大 然后她 我告诉你 其实喂母乳是非常重要 我突然讲母乳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什么都不吃 她什么都不吃的时候 你给她吃 cheesecake也好啦 什么只希望她吃一点东西 肚子不止盈的 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断奶 所以如果她一顿两顿 没有吃到固体的东西 那还好 粥也不吃什么都不吃 因为痛嘛 但是唯一她没有抗拒的 就是母亲的母乳 这个就是上天 最美好的一种 不用钱 但是我女儿讲 哇她很回合 喝到 喝到都没有母乳 所以我女儿讲 我要赶快吃东西 给自己多一点营养 这几天要靠母乳 因为我女儿 休假 拿到病假 因为孩子病假 女儿也可以病假 在新加坡是蛮照顾这些孩子的 这个母亲也可以应着孩子的病假 母亲也可以拿这个病假 母亲可以分享 这一点不得不说是对的方法了 我们那个时代哪里有 是吗 或还好我的太太是家庭主妇 所以把两个女儿都带大 那我今天心情好 我就不懂要谈 心情好一点 如果我谈 我谈新加坡 我就想到那个冯弟兄 我又很难过 所以暂时冯弟兄那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我有看到一些东西是很很 我不是很 我是觉得很多人在你们台湾人所说 带风向球 现在这个意外发生了 哇 媒体就要求 大家公众人士来访问 问卷 你有没有提出更好的设计 因为他造成意外是因为那个大炮车嘛 枪管 放下的时候 后面 压到 当事者 现在进来不说有没有更好的设计 哎我真的是啊 讲这种啊我跟你讲啊 有有什么更好的设计 啊坦克车 你有有意外你问我们公众人物怎么设计坦克车 啊大炮车你问我们怎么设计大炮车 什么设计 如果我们会设计 如果一个普通的公众人士能够设计大炮车 啊怎么 采取安全措施我们是谁 我们是安全咨询的专家吗 我们是安全咨询的专家吗 我们是这个军事专家 军事安全专家吗 拜托啦你不要搞这些东西啦 带那种风向就要淡化淡化 我觉得就是要淡化一些人应该负的责任 搞错你设计什么 谁设计设计什么 怎么设计 你问我怎么设计 把整个枪管丢掉啦没有枪管啦没有武器啦 你睡里面睡三天三夜都没有事啊 不跟你讲啊有时你看到这些东西 我知道可能不是有意思 但是我们看的人啊很 我不是找没事找事吗 你能不能让大家安静一下不要再提了 暂时不要提你们不应该再提了 我们总可以再提我们 叫我们设计讲好话设计 你很欣赏他的女朋友啊 你很欣赏他的师傅或者是他的老板 那两个艺人继续的做他们的主持 继续去拍戏 真的啊有时候我觉得 不要这样 但是我也要称赞 是媒体吗还是 不懂是不是媒体 如果是媒体我也称赞啦 他说新加坡 不一个 连让一个人受害都是嫌多 啊这种话听了 是有道理的 是好的 是对的 真的 一个人的命一个人的灵魂 一个大好青年为了国家当兵 死一个都嫌多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半年来死了六个 对不对 我其实不想谈这个东西啊 一触到我的那个神经啊 我整个人就滚起来 我的脾气本来就不好 不然我敢讲 好我敢讲 我感谢韩国瑜后援会 因为那个影片昨天我拍的 你们没有人责备我咧 有啦有一些人提出一些意见 我就很 因为我也放在另外一个 其实我只参加韩国瑜后援会很积极的 所以我是话题王 在另外一个 我不要提什么也是后援会的一部分啊 其中一个网页 但是我算是新手 我很少在那边发文 我昨天把同样的文章发过去哦 不见掉 没有回想 好像被主持人拿掉 师傅如果你现在说韩国瑜 要选总统 或者我所提出的要做副总统 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不会了 你记得吗 如果刚刚当选做市长 那二十多天还没有就任的时候 如果有人说要 讲韩国瑜去选总统的时候 哇你一定被人家清算的 一定有人说你是故意找杂的 一定有说你是绿营的 你是绿虫啊绿柱啊绿什么都好 总是骂到你不堪 所以你看我昨天那个post 我要很小心了 提出我的看法 而且我提出的不是韩国瑜选总统 我说他选副总统 反正你们的副总统给我的感觉就是 引言无事 不是无事啦 就是说比起总统他是没有真 权力没有这么大 但是他有一个作用 他不是完全没有权力 所以如果他我不懂 所以我就是不懂 如果他做副总统 但他不能够做市长 他就可以把市长交给一个副市长 来成为市长的时候呢 他没有落跑 他可以成为高雄的顾问 顾问主席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 因为他愿意做副总统 拿到 因为我现在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观察现在的情况 所有的候选人的民调还是输给柯P 大家也没有把对手绿营的那个女总统放在眼里 但是大家也不要亲夫 因为你们台湾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叫九二公司 也不明白什么叫一国两制 很容易你们的神经也会被拉紧 所以很多时候很麻烦 当然我也不明白 非常明白九二公司 但是我知道九二公司跟一国两制是不一样 因为中国跟香港 中国跟澳门 中国现在跟所谓的蒙古在那边 蒙古在那边 这些都不是中国跟台湾的模式 因为台湾有自己的总统 有自己的部长 有自己的海陆空山军 然后后台有人支持的 后台就是国际大国会支持台湾 所以也不是一面倒 中国也不说要用武力来攻占 所以当没有武力攻占的时候 其实经济合作是最重要 为什么经济合作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经济合作 对方不得不给面子 因为你不跟他谈统独问题 你不跟他谈独立 你是谈经济做生意 互惠 两岸互惠 跟广州 跟香港 跟澳门 跟北京 跟南南合作的 所有的沿海的南部 海南岛 都合作在经济上 如果经济上合作的话 就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你一堆力 经济又给它封死 但是基本上大家也明白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 我们也不是说怕他 但是也不可以惹他 当然你们台湾更加不怕他 也不怕惹他了 当然你们的立场 新加坡可能就惹不起 怕不起 因为你看到吗 陆克不来 经济都受影响 新加坡也是 台湾也是 或不来 不帮忙 什么都 就是跟你施行很多关税 你也会有问题 所以唯一 好的方法 就是跟他们做朋友 做敌人 的确是很多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韩国瑜也是 很同意 同意的说 九二公司 可能九二公司这件事情 当年是在 孤王会谈 1992年 在新加坡 所完成的 这个会谈的这个方式 可能因为时间的改变 已经对方的领袖 已经换了 是否要 改变一下 这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重新会谈过 重新定一个 方方能够接受的 但是如果不谈的话 就很难 所以太多意识形态的政党来掌权的话 就会发生这些问题 这是我作为一个外人 我可以用小兵来评论 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只是一个平民 就好像查一番后 这样你们就把我当成查一番后 我没有搞的 我有今天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手机 如果有资料 就从这里来 有什么资料就看电视 所以我的话也不是绝对的 所谓的准确 或者是专业 或者是有威 有权威 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百姓 提出一些看法 但是我提出说 韩国瑜可以不可以做副总统 但是他做副总统的先决条件 是因为中央的资源 能够来 如果他做到副总统 就是国民党执政 那他是副总统的关系的话 当然 中央的资源 能不能够去高雄 是非常 就更加容易了 得心应手 问题是 现在的整个民调 科批是非常高的 连朱立伦都没有办法 那网民里面也有 也有一个意见 是很不错 是韩国瑜可以做副总统 但是他不一定要跟王金平做副总统 他可以在整个的民调之前 他不要站 他不要靠边站 让这个民调 党内初选完成了之后 谁成为当选者 总统的候选人 那可以力邀 王金平 利要韩国瑜成为他的副手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是不可以 但是只是提出一个方法是 韩国瑜可以不可以做副总统 高雄人民能不能够接受 因为这场选战一定要赢 高雄人民要清楚 你们当中有一些胜率的 有一些是明白 你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方向 就是经济很重要 但是我在上一季也是告诉你 包括陈文倩小姐也说 目前的这些经济的效应 其实是很 什么 很 皮毛 皮毛的意思是不要怪 我不是侮辱 我不是贬义 是说你现在的 功效不是很大的 你没有 你没有 重大的投资 非常重大的 然后那些大佬们说要投资 投资 他们也有条件 每个人要投资 他们有先决条件 有些直接就拒绝你 因为什么 他知道吗 你的高雄的飞机场 不够啊 不够好 所以迪士尼乐园 F1这些都不愿意 他从飞机场 的那个流动量 就了解你 你能够带多少 多少客人来 你不是说班机一下子 你本来就 这些班机就是这么多 你一下子要增加很多 也要吗 就是来不及了 因为 这些他们都有考量 有讨论的 有 有评估的 有些基本上你的 你的 你的飞机场 真的不够大的话 人流 乘客流量不多 他们 而且 也担心 到底政治的那个 政治意识非常强烈 因为底下 迪士尼乐园来了 投资了 四年后你们 两年后总统大选输了 还是什么 哇 或者高雄四年后 韩国瑜你们不要了 都换成民进党 所以这些都是人家考量的 所以 权力的资政是非常重要 民进党其实是很可惜 当年 也百隔的春天 我本身 也有看到啊 也有经历 就是见证这个过程 当时 当年的那些 民运人士 都真的是爱国爱民 当年的 国民党也真的做了很多 让人家不堪的事情 我可以不可以说 也是因为 就说我老爸也是一个 半个仙嘛 所以他也知道说 待在台湾 要跟国民党一样的 那种 他可能待不下 宁可来到南洋 重新开始 我是替我老爸讲好话啦 当然他也不见得 被 我都说了我老爸在 新加坡 被那些 左派的人当成是 仇人来的 因为他是替李光耀做事 因为报馆都是替李光耀做事 我们很多 所谓的国会议员都是在报馆 在报业 在 一党独大的 的报媒体里面做记者 成为国会议员 那我爸爸当然没有成为国会议员 但是 他也有他光芒的一环 所以他最少 他来到这边 他还是以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是支持 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前总理 的治国 所以新加坡才会派 空军啊 去台湾受训 才会派我们的兵 去台湾受训 星光 这个 计划 我们的兵 都是当年都是在台湾受训 军队 现在当然有很多国家 有文来 有法国 有西兰 有澳洲 当年只有在 这个陆军 都是在台湾 当年很盛行 当兵去当兵了 回来 带老婆回来 带一个台湾姑娘 嫁给新加坡的 军事们 这种事实 常常有 甚至有些台湾的空军 战 这些空军是变成移民到新加坡 也有 所以当时的确是这样 但是后来整个国民党 如果你现在去台湾 旅游 你说为什么国民党 会变成这样糟糕呢 很多运奖就会跟我讲 哎呀 就是那个老头子 就是那个老头子 这是我听的一个故事 当年蒋经国要临终的时候 他们很紧张 因为没有想要把位传给谁 那有人就 故意问他 就是那个有心要 拿到这个位置的人 叫他的 得力助手去问 蒋经国 当时很多人也在 很多大佬 国民党的大佬 围着蒋经国先生 他临终前 他们就说 那个有心的啦 就是 就说 总统 你的位置是不是要给 李登辉 你是不是要给李登辉 哇 他一听到李登辉 他整个人就 爬上回光返照 他就说 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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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辉就是 等一回 哦 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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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李登辉 那个有心 你看你看 你看 讲总统说 就是要给李登辉 他都已经 再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 强调 登辉 登辉 所以就李登辉 做了总统 是不是冷笑话 还是真的故事 还是 还是假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蛮蛮有意思的 就登辉 就登辉 就把台湾带来一个非常 不一样的 的时代 所以你看现在 韩国瑜 是 有那个势力跟 那个人脉 而且 网民们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起初的这个 后援会的人 你不可以随便讲说韩国瑜要选总统 现在大家明白一个事 有明白吗 这四年如果 民进党不能够赢 如果民进党不能够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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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赢就没问题了 如果民进党赢了呢 或者是柯P赢了呢 哇麻烦 中央不是柯P做 如果柯P没有主党可以成为总统 蔡依文仍然做总统 是麻烦嘛 当然你因为你没有中央资源啊 他做总统他 aboy 他委任他各部的首长 中央资源他独揽 你地方很多重大的设施 韩国瑜就算有雄心大致 要推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很难 不过我告诉大家 韩国瑜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他要选党主席 当年他 不是当年了 去年了 去年他要选党主席 他的目的何在 带领整个党对不对 如果他做党主席 他带领整个党 要把江山打回来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目的呢 不然他做党主席做什么 啊 做完党主席 每个去找 每个区每个 每个县每个里那边 大家吃肉肉饭啊 不是嘛 他要做党主席 就是他有一个雄心大致 是要把这个一切不整的国民党 救起来 结果没有人欣赏他 六个人候选人里面 他的得票率是排到第三还是第四 所以他就很 有点失落了 后来就有这个 机缘巧合 能够 当这个高雄的主委 但是 当时他要不要打选战还是一回事 当然经过他的努力 经过他的评估 他认为有把握 然后他的孩子 从网军开始 帮他 攻破年轻人的票 然后呢 三三招是得到黄金平 这个院长 的大力支持出钱出力 这些事都是关键 所以为什么我在上一个影片里面说 他会不会是黄金平 能够做总统候选人 当然很多人是反对 那我也提出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会反对 什么人都会反对的 你现在说马英九人家也会反对 你现在说朱立伦也是有人反对 但是 好像沈大老 圣头龙里面他是看好朱立伦的 他说只有一个太阳就是朱立伦 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这样 OK就算朱立伦成为一个 最终成为一个候选人 党员们支持 如果是用党员 登记党员来投票 我觉得登记党员作为初选 是很对的 登记党员成为初选 就不用担心有一些 当然还是有些党员是假的 不能避免 但是基本上 八九成是OK的 有一些无间道 一些握底 当然肯定会有 但是你登记党员 就是你是一个党员 你登记了国民党的党员 你登记了你有一张投票券 你来选你的 这几位候选人当中你选 是有可能 是比较客观跟标准 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 当到最后 谁党员们选出谁呢 就是谁 成为总统候选人 那我告诉你 如果是吴敦毅 人家说他因为是党主席 可能他有党资源 不知道如果他成为候选人 大家就是抓抓了 以民调来讲他真的 党员都会选他的话 我也不明白了 如果以民调就是代表 人民看好 不好这个吴敦毅 但是他为什么他的民调这么低呢 他的民调这么低 当这些民调出来的时候 也包括国民党的党员在里面 但是如果党员出选 能够出到最后是他当选 你们倒是不可以反悔 如果是朱立伦当选 他是三个里面民调最高的 大家还说 如果是黄金明当选 但是不要忘记 就算这三个人当选 一定要韩国瑜替他补选 大力的补选 那我想请问你 你要韩国瑜怎么补选 名不正元不顺 以一个市长来替你补选 高雄市的市长跑到全台走偷偷 来替你补选 韩国瑜对这三个人 王金平 吴敦毅 朱立伦 他一定心中都在打分 对不对 他跟谁最好 如果你们看 有人说 虽然朱立伦跟他没有太多互动 但是朱立伦派他的子弟兵 李四川来做副市长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 李四川本来就属于高雄了 他其实已经要离开朱立伦 他已经要离开了 他想回乡 告老还乡 岂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然后他也热爱高雄人 所以他当然要回高雄帮忙 做这个市长 搞不好也是只是做了四年一任 把这个治水的问题 把这些一些 市政的问题弄好 可能他也要退 我们也不懂 不因为 是因为 当然他他离开 当然要跟朱市长请示 礼貌上是这样 但是决定还是他自己 没有人可以左右这些 这些人呢 每个人其实 除了有一些 死都不肯下台的 死都在那个国家 死都不要下台的那样 谁叫他走 这些很无聊的 不要讲 已经这种 我们作为外人都看不起他 本来还很看得起他 就变成看不起他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副市长李世川 他是朱立伦派来的 但是不表示 他跟韩国瑜 就是朱立伦跟韩国瑜是 有很多的互动 其实是基本上 当然 韩国瑜跟这个 新北的这个 侯友宇是非常好 那好是好嘛 谈市政 你是市长 我是市长 我们是好 如果你叫我帮你的朱立伦 韩市长可以说 你民调拿得到我就来帮 但是我帮 我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我的帮忙就有限 你明白我在讲 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 副总统候选人可以帮忙 当然有一种危机 如果你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身姿 还比总统候选人来的大的时候 是很马路很尴尬 马路的马来话来的 马路就是很不好意思 副总统候选人他有他的哪里 但是如果韩国瑜是为了高雄市 为了整个国民党一定要 他以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去打选战的话是名正元顺 是名正元顺的说 当然他要先处理很多问题 高雄市人民肯不肯 绿营的人一定是很多人就酸他 一定很多人讲他骂他 说你还不是异样 所以有很多问题在存在 但是现在的民调因为没有一个可以 所以大家也在看柯P要不要选 柯P在这一次的这个立委选举 他派了这个女生 他有他的地方势力 但是他败选 输给民进党 我从这里也看得到柯P已经跟民进党 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因为柯P已经把民进党30%的选票 抢过来 所以民进党是恨他恨的要死 所以有没有人 因为有人说会被蔡P配 蔡柯配没有可能的 我不认为有可能 这个是不大可能 所以柯文哲要不要选总统也在看 他说六月才决定 为什么都在看 但是除了民进党是恨不得赶快 县总统希望赶快的出选 他赶快继续的能够执政 他配赖也好 他配谁都好 他配菊都好 配陈菊都好 配谁都好 都可以 配齐麦歌也好 配匆匆匆都好 只要是他是做头的就可以了 所以他恨不得赶快 让他这个不然他就是成为有史以来 唯一的一个总统只做四年 所以放不下的一定是要继续 所以很清楚的 他四月就知道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柯P要等到六月才公布 那韩国瑜现在在等什么呢 我这样猜了 其实很大的程度现在就是台南 台南的这个立委的补选在三月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谢龙界是否可以翻转 过去他一直要选这个台南都失败 但是这一次是大好的机会 而且非常好的机会是因为 整个的鱼龙 这些农民们已经在接着韩国瑜 对盛高雄的这个趋势来看 整个的余会农会 都是地方上都是非常支持 这个韩国瑜所 就是谢龙记他们 就是国民党的这一些所谓要聘经济 政治零分的人 我告诉你啊 讲讲一百分拼经济零分 政治 只是给你一个印象就是我要拼 我什么考量都是 经济的考量为先 但是你真的政治零分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现实当中哪里不可 如果如果韩国瑜说他是政治零分 他就不要去补选了 他应该专心在高雄 100%在高雄 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现在没有资源啊 被中央卡住啊 他一定要想办法让国民党 赢得这个总统选举 因为他已经原本就有这个薪资 不然他当初去做想做想当国民党的党主席做什么 然后大家在看我这件衣服 这句话谁写的 不是吴敦丽 不是黄金平 不是马英九 不是朱立伦 是韩国瑜 立足台湾 胸怀中国 放眼世界 增负宇宙 这种是什么 什么宣言啊 高雄市长的宣言吗 高雄市长的格调吗 超越了 大家慢慢想 韩国瑜是一个 从他一开始他所 嘴巴所说出来的话 包括他在党主席的辩论的时候 他 你回去看那个影片 那个格局 是选市长的格局吗 是选党主席 为什么要选党主席 目的何在 所以为什么我在第一个上一次上 昨天的影片一直说 只有黄金平告诉韩国瑜 其实告诉很已经放风声出去 我只要做四年 这个我只要做四年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现在这样讲的话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 假设猜测 我先讲我所讲的都是假设猜测 我不是我不要带风向 我 I'm nobody 我只是一个平民 一个小兵 我一个 国民党的后裔的后代 也不要说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是读历史的 我也很支持国民党 我觉得只要国民党赢就好 但是总统选举你不可以用个人 一定要用党 没有党 好像那个柯P现在就是头痛 阻挡阻不成 因为哇一万票都拿不到 这个就是给他一个sign 给他一个警号 哇你要阻挡要花钱 所以 深喉咙里面不是讲他 柯P很讲笑的 他不贪审啊 他要花钱 阻挡啊 推选 因为他甚至已经问一些人说 哎 我给你做部分去议员的 立委好不好 那个大佬 沈大佬就笑嘛 说这样 其实很丢你嘛 哇哪里敢讲出去 他请我做部分去立委 就是看不起我嘛 为什么我不可以打选仗 对不对 所以 柯P是 就是 但是你看韩国瑜 他有那个目的在那边 当然我 我当然是 如果民调 表现出 他们整个高雄人民说 你不可以去选总统 你不要去选副总统 可能他会 听大家 他是一个 有感情丰富的人 但是我总是觉得 有些事情是理性大过感性 如果 每样措施 每样设施都被 被卡 很难的 你看他去参加一个招商会 400多个商人来 不懂是不是有没有大陆商人 所有的县长 县市长都没有派人来 连台南的那个王伟泽都不派人 说他有私人行程 有些说要陪总统 有些说他要去分红包 人家 外宾来了400多个投资 只有韩国瑜一个人出席 他心里也不是滋味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那些投资商他们 虽然知道韩国瑜 有名声 但是你看到说 哇 你们那边的大环境 原来是这样不团结的 人家也怕啊 你以为人家拿几块钱来啊 几百块几千块啊 几亿的 你们的钱是算几亿 从我们这边来算是几千万的 千万跟你们的几亿 我们的几千万呢 你以为 看到你的大环境这样的 意识形态这样厉害 哇 你现在当政 当草 你有权力 哇我们投资 这个我们投资到没有两三年 你政权倒了 哇 又换一个人了 全部取消 会怕的 然后现在看到你们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 你说当时韩国瑜的感受是怎样 他在那边 他是唯一的一个市长 全部都没来 派政务官来 我跟你讲 他心里 如果我是他 我是你的 我不选总统哪里可以 但是我又不适合选 我现在不可以选总统 我名不正 言不顺 选总统的话 我的高雄市民 不一定会答应我 但是如果我选副总统 那我兼顾高雄市呢 我兼顾的意思 我可以做顾问 兼顾 顾问 为什么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我想高雄人民 高雄人民也知道说 不是靠那个夜市啦 靠那个观光代言啊 什么爱情产业链 这些东西背后 你的建设 你的海港 你的空港 你的飞机厂 你的 IT的那些工厂 你那些中工业要去处理啊 那些空污的问题 很多东西没有权力的话 是没有办法做 没有资金的话 也没有办法去出身 所以你整天就躲在 你们看得到吗 没办法嘛 他要维持那个人脉嘛 维持人脉就是继续跟人民在一起 但是好苦耶 没有钱 那什么钱没有 那个冲冲冲的跟你讲 你自己要靠自己 讲一句不好听 败选的人还可以讲这种话 因为 所以台湾也是一个非常 错乱的 让我们这种外地人错乱 哇这边败选 那边可以去做部长 胜选做市长 败选做部长 哇听也 真的是 没法解说没法度 是吗 胜选做市长 败选做部长 这样做部长他哪好了 部长权力多么大 所以 所以韩国瑜真的是 心有屹立不足 他是他要维持那个人脉 所以一定要推其今 很多东西他很难的 他现在其今 他推到什么 你跟我讲 减低那个船票的费用 叫他们那些摊位要 要卖东西要平良心 品质要提升 夜市也是 可以想观光局长 可以想很多花样 每个摊位重新的装潢 每个有特色 上个舞台那边有歌仔戏 然后每一个月有代言人 然后干商也有代言人 那个张立敏今天 跟韩国瑜在干商 很开心来唱歌 然后他还说 还喊他是总统 哎你看啊每个人喊他是总统 他好像没有 没有先前这样敏感 师父 我没有说他赞同 但是他已经没有很抗拒 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改变 他甚至 那他那句话也是有点过了一点 他说 我是后裔啊 我射太阳啊 当然沈大脑不同意 然后有四个太阳 只有一个太阳 就是朱利伦 你射下去就没有了 所以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都可以讲 每个人都可以讲啊 到底他们几个心里想什么 如果你在平 平心经济讲 吴敦亦有没有说我只要做十年 没有 朱利伦肯定不想 不只是想做十年 那黄金平呢 他已经说他只要做十年 够诚意了吗 可以让你实现吗 四年后你真正的 这四年我做正的 你做负的 但是你 你也跟我聘经济 改变一下 过去的副总统 没事情做 未来的副总统 给他 给他市政的权利啊 没问题啊 给他管事 管好事 市府每个市 做顾问 做 好嘛 不能养一个总统 副总统也很多钱啊 养来做什么 人民也开心啊 这个是创意 是不是副总统 不必做市长 但是可以提供资讯 就是分配这些资源 给每个市 当然也不要只是高雄市 到时啊 新北市 台北市 台南市 每个地方要公平的去处理 所以有可能啊 不是说明有可能 而王金平 ok 所以现在接下来 六月 三月的这个 立委在台南的补选很重要 所以写农界代表了国民党 今天的风向 不是风向 今天已经肯定了 韩国瑜也 黏绕他了 不是一次的站台哦 不是一次的 少决败票哦 最少要三次的站台 就像当时韩国瑜选 市长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主委选市长 谢龙介也跟他站台几次 所以现在在情在理 要帮他站台 不是一次哦 好多次 权力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场 浮选 如果韩流韩国瑜的效应 继续在高雄发酵 农民渔民 全部的 愿意把票 因为台南是 这一方面非常大的 那你说 黄金民有没有势力 在台南 肯定有的 假如没有势力的话 王伟泽就不会 赢得这么辛苦 高师伯输不多 就是这样简单 你慢慢去看整个趋势 所以 申红隆 所有的那些名嘴都说 谢龙介是有 龙介 我想叫他称他龙介先 是很有机会 能够赢得这个选战 那这个选战如果韩国瑜 全力的辅选 而能够胜很多选票的话 意思说整个高雄整个台南南部 已经很清楚的 知识 韩国瑜可以 有他的那个戏票 那这些人其实是一伙的 韩国瑜 谢龙介 那个 神曲女超人 还有很多 都是 昨天我也提到的 前立法委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肯定有他的人脉 当然每个人都有人脉 朱立伦也有 党主席现在也有 但是台湾人是很瓦水 瓦水的意思是说 看谁已经不行了 谁可以的话 就靠那边去 这是很自然的 圣者为王 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败者为寇 因为是党内初选 不要说败者为寇 圣者为王 败者 知道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的 也会全力的 希望国民党会赢 因为每一个败者 他本身也要 也要有退路啊 他也要 他何必去得罪 如果 党内初选 不能够赢 他不要帮忙吗 不会不帮忙的 帮忙了之后 还有机会啊 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啊 因为内阁嘛 但是要很多 要很多部长啊 选不到总统 初选 不到 全力辅选 选到了 还可以做部长啊 没有什么丢脸 为了国民党啊 口号可以这样喊 是吗 但是整个的主族很清楚 是为了聘经济 整个在聘经济的原则之下 当然 王金平最大的败笔 就是他支持当年太阳化的事件 这个 当然他有他的说法 不过给一般的民众 台湾民众是这样的 你不要讲那种东西 我一听了我就很 那些学生去占立法院 哪里可以 这个立法院长竟然说 他支持的 他心里是支持的 当然是很滚嘛 很生气嘛 这样习近平随便讲一点话 这样被吵一下就 哇 九二公司就是等于一国两制 就 他的 那个 女总统的票就上来 不过也不是不好思 你慢慢想 女总统继续选 但是他的民调是这么低的 如果你从政党的政治来看 哇要感谢习近平 对不对 那女总统才能够啊 不然那个赖的上来的话 习近平也怕了 赖的是完全要独立的 独派的会很开心 习近平当然怕了 所以习近平是不是故意讲这种话 来刺激刺激一下 让他说一定要给 一定要给这个女的做 继续的做 因为他民调低嘛 这也算很多人 很多率的希望吴敦毅成为候选人 这种道理是一样的 哇我也是很佩服我自己 我没有搞 我这是大概我自己的想法 总之大原则为了 推经济为了要 中央的资源 国民党必须再执政 这是韩国瑜 也是心里这样想 那他的民调是很高的 现在我不懂民调里面有没有把韩国瑜放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名嘴 在深红楼里面 那个女的立法委员 还是 他讲话很有意思 他说 每个人都有机会 韩国瑜也是在这个候选人的平台上 是拉总统大选的平台上 但是不一定是总统 副总统 所以我还是坚持说 如果韩国瑜做副总统 唯一现在告诉他 他能够四年后 我只选一任的就是王金平 那四年也真的够了王金平 因为年纪这么大 马英九也是年纪很大 当然了 你如果是 王韩佩 结果真的当选 朱立伦是很可惜 这个是人才来的 那君子之争 四年后他可以跟韩国瑜 没问题了 韩国瑜赢也不要紧 到时输也不要紧 至少这 就六年把高雄市 有六年的机会 中央执政四年 有四年中央执政的机会 把高雄市弄好 大前提他必须 要成为顾问 有一点权利 所以很微妙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是否可以这样 也还是没有 根本没有 他只是全力辅选 但是我说全力辅选 不够力啊 不正言不顺 如果你不是候选人 没有理由吗 你全力辅选 你什么配 谁配 朱什么配 朱叉叉配 然后韩国瑜好像第三者 去全力辅选 有用吗 选民会因为这样吗 不会 如果 韩国瑜辅选 他只要解决一个问题 要人家对王金平接受 那王金平也 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只要做四年 这个很关键 我只要做四年 那我有说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只有王金平没有真正的竞选过总统 有网民不爽 我说为什么败选的不可以选 为什么朱立荣败选 蔡一文也是败选选 知道 蔡一文就是败选选的 你看 民调这么糟糕 没有我不是说朱立荣不可以选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 当年王金平跟马英九也是很可怜的初选 他只是在南方有势力 大家也不能够接受他 觉得他地方色彩太严重 派系太厉害 装脚太厉害 整天瞧瞧瞧瞧瞧事情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 他最少 慧眼 是英雄 出钱独立 出力帮韩国瑜 打赢这个三三招式晚会 而且他听话 第一天他讲很多对不对 整个晚会挤了这么多人 他讲一大堆这样 韩国瑜讲没有20分钟 大家都很闷 但是还是很大的回响 那来到凤山那个是凤山 来到 来到齐山的时候 哇他讲很少话了了王金平 让韩国瑜能够畅所欲言 那个 那个血就出来了 那一直到了钢 钢商造势晚会的时候 我都朋友都已经打给我了 哎 怎样怎样 多少票 我们新加坡也是在 我们没有赌啊 我们只是说请客 我说请什么 你说多少票 他说我认为他可以赢10万 我说我也是认为他可以赢10万 所以我们就没有请客了嘛 但是他结果赢17万 不容易啊 如果没有王金没有替他打这个三三招式晚会 没有出钱没有出力 怎么可能17万 哎有些东西真的呢 我讲真的 地方上是很重要 我一直强调 选总统不是你的总统 不是我的总统 是全民的总统 所谓全民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 包括他是公务员 包括他是工人 包括他是乞丐 流浪汉 他也有那个投票权啊 是啦 当然乞丐会比较难的 因为 投票票去到哪里 但是他真的是有投票权啊 那些独居老人 那些 一般的社会党徒 做坏事的做好事的 都有票啊 你不可以算你 你不可以选啊 当然被通缉的不可以选啊 你排队的时候他不敢去嘛 那警方会抓他嘛 一般上都有 每个人都 所以各街各城 不管你什么颜色都要 所以 做总统其实是 你 你拿到的票是 有些你根本是拿不到 但是 中间选民很重要 浅的很重要 浅绿浅蓝的都很重要 深蓝的 如果你是代表蓝的 就是深蓝一定选你 如果你是代表绿的 深绿的一定选你 如果胜利的时候我要教训你 你就完了 这一次的高雄选举 我要教训你就完了 而且还不是教训 有时是因为党的原因 所以你看啊 我这样分析到现在 我今天分析已经50 差不多一个小时 为了谈这件事情 我就是让选民们 因为当然这个 谢谢你们哦 不要把它 啊啦 你们要随便的分享出去 哦 等一下我被台湾冲击 所以我 我没有啦 我只是一个小兵 很 很 busy body的人 我是 国民党后裔的 国民党 后裔的 后代 后裔的后代 唉 所以 是不是很好 如果你问我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韩国瑜 能够成为台湾的总统 这一届不能做四年 但是能够做副的 继续帮忙高雄 做了四年的副总统 帮助总统 哪个愿意只做四年 下一任 做八年的总统 他现在六十一岁 六十六十一跟我一样 做了四年总统 六十十 再做一个八年的总统 七十二岁 可以 不然他也做四年也无所谓 六十八 七十二 可以 是可能的 因为黄金平也知道他年纪很大 一个人过了八十岁就差不多 不很灵光 我觉得 我个人看到了 八十五以后啊 还要选做总统的话 这种人你都不用选他 当然我这种身体 不必等到八十五 而我也没有做总统的命 好啦 我今天就这样 讲 还是不希望得罪大家 所以只是 提出一种看法 一个新的看法 继续的 我总觉得 不管哪一个太阳 成为候选人 他必须要 有韩国瑜大力的帮忙 应该是 要韩国瑜做他的副总统才对的 不管是谁啦 朱立伦也好 王金平啦 总结是这样 那 我好像有没有提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不要了啦 虽然 民调也不错啦 还很年轻 这样 echo这样 不要啦够了 真的够了 我觉得 在我心目中 他是一个非常青年的总统 非常好的总统 虽然民调曾经跌了这么长 那就是你们台湾人嘛 自己的问题啦 对不对 但是他用人真的很差 你给他做总统 你也怕 他用人真的不行啊 用人不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总统要会用人的 不是总统 就好像现在的女总统有人批评他 用到的人对的但是放错地方 那也是很可怕 用对人放错地方很可怕 好啦 晚安啦 大家 好大家 晚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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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